NEO 了世紀天天龍星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來看波蘭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布基圖 好,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9點鐘方向 MBL選擇了波蘭人 波蘭人的話 特色是挖石頭石頭 可以產生黃金 所以它石頭的位置 在某些時刻也是蠻重要的 那波蘭人在大莊園旁邊 撒下農田之後 可以立即獲得8%的食物來源 所以波蘭人也是世紀帝國裡面 收集肉最快的文明 那波蘭人他後期是全能型的文明 步兵、工兵、騎兵都能打 那步兵部分是全滿的狀態 雖然沒有大槍兵 但他有這個戰錘兵跟劍勇可以用 那後期也有強弩、也有拇指環 而且也有三級射 雖然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對射時可能會有點類似 那波蘭人他的騎兵路線 沒有這個三級馬鎧 所以比較害怕射擊 但是他的這個銀貫技術貴族特權 可以讓騎士只要30塊黃金 就可以製造出來 所以他這個慘是非常誇張的 後期大落馬也是 遊戲裡面落馬最痛的文明 傷害最高 而且也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那後期的波蘭人有火炮 也有工程工程師 那最大的缺點呢 就是他沒有火槍 那後到後期的火槍的話 泰斯要繼續轉強弩出來 才有可能打得住 對方沒有大量步兵壓制的做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對手 大約出身底位 三點鐘方向的Hero Hero這邊是選擇了馬來人 那馬來人特色呢 是他的升級時代速度特別快速 省下來的時間可以讓他點這個輪軸 手推車 還有製造更多的村民 這就是他的經濟加成 那後期的馬來人呢 只能打這個槍兵 護兵 還有大象 起兵路線的話 少也不能打還有輕起兵 因為他沒有二級馬卡 甚至沒有三級馬卡 甚至連品種都沒有 所以後期呢 馬來人頂多是打大象路線 因為他的大象是擁有 大量折扣的文明 所以馬來人呢 中後期打大象配工兵 或者是步兵流都很適合 那馬來人呢 他是免費獲得步兵鎧甲的文明 所以到城堡時代 也有這種 一上城堡時代 就插寶出爪刀 勇士到處騷擾的路線 那後期的馬來人呢 也有火炮 而且勝率路線 也是算是可以用的 用這個印刷技術 但是他有缺點 沒有神權政治 跟宗教狂熱 在招強方面 可能並不是這麼的全面 但是某種情況來說 馬來人還是可以用 真屢去做防守或進攻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地圖 我們先看到 Hura這邊的黃金在上方 果子在前面 黃金在下方 看起來是有點微妙的 因為兩塊金都在正前方 待會防守也是蠻重要的 後面有一塊大石頭 MBL這邊 這就舒服了 兩塊黃金都在後面 比較糟糕的是 波蘭次不太希望 自己的果子在偏正面的位置 但還好 這個位置有點算偏側面 這邊再稍微圍過來 用TC連防 稍微圍一下就好 這邊圍到這裡 下面圍到底 整體來說 要圍的話也不是太大問題 好 兩邊都點到封建時代了 好 這邊要看一下 波蘭會怎麼打這張地圖 那目前 波蘭人是比較害怕 駱駝跟大象的文明 因為波蘭人呢 他是沒有大象兵的原因 所以要打大象的話 只能用重裝長槍兵 打起來會稍微偏吃力一點 那大象的話 也不可能用大量騎士去扛 會扛到頭破血了 所以Hero這邊如果打 弓兵配大象路線的話 MBL都會很難受 因為他騎兵路線 也沒有三級馬卡 如果有強弩的話 後期的騎兵也很容易被蒸發掉 所以MBL在這場比賽裡面 打馬來人 可能要注意被節奏帶走 或是要再前騎 獲得更多的優勢才行 MBL這邊是決定工兵開局 正常的雙防場 槍兵對戳一下 後面來了 這邊看到Hero 這邊也是工兵開 兩邊都是選擇工兵開 MBL這邊則是選擇了防守路線 沒有選擇用洛馬去前騎騷擾 但我個人玩破爛的時候 也比較喜歡用工兵開局 工兵開局 這裡前騎就不太需要這麼吃緊 瘋狂撒這個大中原 但是工兵開一直以來都有個問題 就是騷擾的機動性不夠 防守還行 進攻的話就很微妙 像Hero這邊也是出了工兵 但是到了12分鐘 兩軍都還沒相見 所以洛馬開局的優勢還是很明顯的 旁邊要稍微看一下 這邊果然圍死 這裡是直接圍過來 可能沒有看到這塊墓區 MBL現在是選擇了開榮路線 準備要來升級城堡士帶 Hero這邊是點下來一擊 射 這裡的兵力非常龐大 但是已經為好的關係 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裡要盡量擋下來 公兵過來 小小小心被秒殺 這邊公兵可以高打D3很痛 毛兵上前擋一下 這裡一定要圍好 毛兵盡量擋 NBL點下來城堡時代升級 後面又補了一個兵工場 因為這個兵工場看起來是蓋不好 拉了更多村民過來 NBL努力死守 毛兵繼續進攻 一擊射還有25秒時間 Hero這邊有點放棄 從左側進攻 這邊已經維持了 NBL選擇了一個不交流的路線 那不交流的話 這邊NBL也比較好 因為大張元需要穩定的採集路線 因為他的村民呢 只要一被騷擾 就要被破搜寸 一來一往距離 大張元會很傷 Hero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城堡時代一升上去之後 待會就要考慮 就要把他繼續走工兵喔 但這工兵雖然來到11隻 這不走工兵也蠻奇怪的 這邊應該是會走工兵路線 騷擾 但是這邊 毛兵 戰毛兵這麼多 可能要轉個投石車 會比較好打一點 這邊一升到城堡時代 Hero這邊點下奴兵的升級 NBL升級了戰毛兵 但是大象直接按了一隻出來 大象去追 這些戰毛兵 戰毛兵直接被頂到 頭破血流 好 對大象繼續追 好肉馬過來 第一時間抓掉僧侶 結果沒抓掉被槍兵手了下來 哎呀尷尬了 好那現在 Hero 22分鐘 弩兵15隻 頭死車也轉出來 還點了大象 大象沒有挺喔 沒想到大象還在 高地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OK這一波交換NBL 有了 打到劉勢 但毛兵打奴兵還是特別有用 奴兵直接被點到頭破血了 喔 死車來了 撲掉 第二發 這邊是決定先開門 好 趕快先進去 打擾大象猿 好後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現在NBL 在等著對手進來 上面稍微圍了一下 但最後還是被溜了進來 這裡大象猿只能棄手 這就是波蘭人最害怕遇到的事情 大象猿直接被控住 好現在大象猿只有兩片 可以正常開挖 現在肉會有點缺乏 這裡用戰毛兵稍微秀一下 等頭死車出來 嗚 砸到一發 URA這邊點下了二級伐木 標準技術也點下了 頭死車要小心 嗚 閃掉 很極限 好現在剩3滴血 本來NBL想要往前點 HERA這邊也知道 你敢往前點就要被砸 但是NBL沒有上當 好殘血的頭死車 要不要把那隻村民過來修呢 OK 過來修了 現在NBL的頭死車 在後面做防守 並沒有主動出擊 HERA這邊是先把這些農田全部剷除 大眾人直接頂掉 把這裡大眾人全部收掉 這裡大約賺了快要400木頭 如果還要算被吃掉的肉量的話 那個木頭的產值大概只剩400木左右 所以NBL這邊是有點小虧的狀態 但是支援量還是領先HERA這裡的 畢竟這邊是3TC開農 HERA這邊還沒有點下城鎮中心 我剛補一個 3TC開農 和平數開始慢慢穩定起來 好 現在3台頭死車 拆城鎮中心速度會很快 那NBL這邊防頭死車的方法 也可以轉出救贖思想 這個科技 偷懶的森履縣 雖然不算是非常完善 但是要防森頭戰術 也算是綽綽有餘了 好 該有的也還是有 好 目前看起來 城堡還是要守一下主金 這個金能守得住很重要 雖然這個守不住的話 這裡也是有黃金 但如果這邊被壓進來的話 這一塊區域也沒有辦法正常開農 好 拖車砸一發 先砸弓兵 差一點砸到 打了插邊球 上方也是打了插邊球 兩邊互換 但是NBL被預判了 HERA這邊投石車 這玩意是成功拿下 但是直接進入到了城堡的射程範圍裡 也被收掉了拖石車 現在大象雖然來到了7到8隻左右 傷害非常的可怕 拆除速度非常的迅速 這一個工程器製造所要特別小心 HERA要小心不要被瞬間換掉 這個拖石車一出來是防不勝防的事情 好 這裡想要再補一個城堡中心 結果直接被弓兵射到頭破血流 NBL這邊要先把村民拉走 拖石車後面砸了一發 沒有砸到出來 拖石車是往下走 沒有第一時間往前蓋 結果拖石車被主手換掉 NBL上方拖石車一直想換 結果拖石車又被砸到了一發 現在工兵的路線也是很危險 後面拖石車再度換掉HERA的一台拖石車 這台拖石車能夠砸到嗎 完美 NBL這個拖石車架子連成了 六隻 後面還有四隻生女可以防守大象直接走進來 哇 NBL投石車防守防得很漂亮 再一波交換HERA雖然有賺到一千東西 但是村民並沒有賺到太多 支援量來說還是波蘭人領先的 目前支援量已經快要領先一千支援 波蘭的種田之力開始變強 二級農也終於補下了 波蘭人有二級農田的話 這個支援收取速度會非常快的 這邊支援量 好像又有機會 拍倒了一下 有機會去點帝王時代了 這邊再拆個修道院 NBL似乎不樂意 看到你拆我修道院 但是我在高地你要小心NBL 沒有被預判成功 這裡預判拍一下 低打高順便壞掉了一台 這邊想要硬拆 震霸3滴 最後沒有打算硬拆 投石車高打低 上高低 回頭 戰毛兵先打投石車 投石車拍弓箭手 成功 收下投石車 好 下降攻兵還要躲這些投石傷害 戰毛兵可以盡量反擊 好 最後還是把投石車給拿下 剩下殘血的奴兵也只能選擇撤退了 NBL這波還是結得不錯 好 最後修道院還是守得下來 上方大象拆除拆得很開心 NBL讓他四隻生女去應對 但是殘血的弓兵過來 直接硬解 一隻生女倒下 好 但是被招響掉了一隻 弓兵 後面大象兩隻滿血的 快要滿血的被招響掉 好 兩邊同一時間點下帝王時代 Hira這邊升級速度會比較快 升級速度最快的文明 馬來人 直接搖搖領先 領先了一倍的速度 好 NBL 這裡點下了貴族特權 看來是要打騎兵豹了 這邊騎兵豹 待會重點應該是要去騷擾 打正面的大象的話 可能會有點難打 好 來這邊大象 看到城堡 這根高地堡 守到的範圍還滿廣 雖然這個時候稍微守不太到 好 NBL 直接補了四個馬丘 好 貴族特權一號 開始量產騎士 現在兵工廠要補一下嗎 兵工廠好像沒有 好 NBL 再後面 欸 工坊要記得研發 NBL 工坊完全沒有點 一級馬凱 一級工都沒有點 都要到帝王時代了 OK NBL 這邊開始產出大量騎士 那波蘭人這個文明也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經濟非常好 暴兵暴得非常舒服 好 這裡待會上去 洞裝騎士先升級 工坊呢 工坊有沒有想到 NBL 還是決定不升工坊 NBL這裡沒有打算升工坊欸 這裡 想要直接一波炎死對手 點下了真兵技術 好 現在Hura也點下了 各種層的東西 4TC 開農 NBL 會不會給Hura有點太多農的時間 現在兩邊分數差不多 Hura 這邊是點下了三級色 大王奴還沒有辦法點 一進來沒有彈道學 尷尬 射得有夠歪 完全射不到 好 重裝騎士來了 蛤 這邊要打正面 這裡升級了工兵鎧 騎兵鎧甲 先抓掉這一個蓋城堡的村民 直接上高地 打大象 後方的奴兵 反擊騎士傷很高 連一級馬凱都沒有有點吃力 但是有點潰不成軍 NBL 成功拿下這根城堡 Hura這邊自動選擇了 放棄 蓋寶 Hura這邊點下了槍兵升級 重裝騎士 用工兵擋 有點難擋 自己強弱也沒升上去 現在工兵也是潰不成軍 要重新補下更多工兵的話 還是需要靠槍兵先扛一下線 但是Hura這邊直接打出了結局 我們恭喜NBL 拿下比賽勝利 Hura這邊直接果斷放棄啊 自由量還蠻多的 他可能一時之間 不知道要轉送兵去防守 但以他的技能來說 他可能就是用強弩配大象 是打得贏的 但確實這個想法是OK的 但NBL 第一波直接往正面衝 反而不是往對方家裡衝 讓Hura有點失策 這邊部隊一倒 直接就雪崩了 完全沒有當中可以守 所以說Hura這場好像有點大意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支援量是NBL 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黃金稍微輸了一點點 15的話 大為少贏了600支援而已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助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